最近台湾的冷空气来袭 气温骤降 也让羊肉炉成为了很多民众就餐的首选 不过从9月开始 台湾的羊肉价格就不断上涨 12月中旬更是涨到了每公斤400多元新台币 约合人民币90块钱 许多羊肉炉的店家也抱怨羊肉成本上涨 赚到手里的钱越来越少 开火将汤煮滚 使用中药材细火慢炖 羊肉吸附红烧汤汁精华 一口咬下去 鲜嫩多汁 最近天气转冷 羊肉炉店定位增加四成 假日几乎天天客满 下饭的沙茶羊肉也很受欢迎 蒜头 辣椒爆香 大火快炒 酱香混着锅起 炒出羊肉的软嫩鲜香 店家忙得没停过 然而由于羊肉和中药材价格不断上涨 也让羊肉用量大的餐饮业者坦言 正在咬牙苦撑 从9月开始可能就是涨了5到8%左右 目前就是公司还在自行吸收 羊肉就是跟往年相比就是价格就是偏高 有彰化的羊肉批发商 不得不率先宣布涨价50元新台币 像是带骨羊肉涨到550元新台币 一般羊肉则涨到600元新台币 根据彰化县肉品市场统计显示 以平均价格来看 今年5月到7月羊肉每公斤价格为350元新台币 而到了12月中旬 每公斤则涨到了433元新台币 约合人民币90多元 由岛内畜牧业者之言 原物料和饲料的价格纷纷要上涨 导致许多小牧场不愿意饲养羊群 羊的数量自然就会减少 可能也是羊肉价格上涨的原因之一